双普闭门会谈遏制中国?俄顾问:"没这回事。 中俄关系至关重要。 在迟到约一小时后,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6日终于实现了举世瞩目的特普会。 长安街知识APP注意到,此次与普京会面,特朗普在一开始就预言,美俄两国最终会建立一种非同寻常的关系。 两人随后进行了超过两个小时的闭门会谈。 而美国媒体此前更是抛出即将到来的美俄联合抗中之论调。 正值中美贸易战的特殊时期,以及特普会关键时刻,美美如此论调耐人寻味。 不过,俄罗斯总统顾问直接道出了答案,不可能。 特普会前,连一向张扬的特朗普都没对会舞报太多期望,白宫也一直努力降低公众的期待值,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清楚美俄关系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就在双方领导人见面前几个小时,特朗普发推承认,我们与俄罗斯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史上最坏,这都归功于美国多年来的愚蠢行为,以及现在非法操纵的政治迫害。 这得到了俄罗斯外交部的官方点赞和转发。 在这样严峻的现实下,美国保守派杂志16日在网站上发文,标题直击核心思想,即将到来的美俄联合抗中。 主要论据包括以下。 1. 吉纳西方有关中国威胁论的陈词烂调,比如国强必罢,中美必有一战,北京正在快速变成华盛顿不同带天的敌人。 2. 中俄之间存在问题,比如中国的崛起会影响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传统影响力,还有中国对沙皇俄国时的侵略历史耿耿于怀。 3. 结论是,崛起的中国太可怕了,没准哪天莫斯科就会变成华盛顿的朋友,一起对付共同的敌人。 3. 就这样,美美用毫无逻辑的方式以及站不住脚的论据,玩起了特普会前挑拨中俄关系的把戏。 4. 普京和特朗普密谈了两个小时,白宫死前仅计划进行90分钟的会谈,这说明两人交流的内容很丰富。 5. 两人密谈前的一些细节值得关注。 5. 综合媒体报道,在特朗普做开场讲话时,普京保持住很随意的姿势,靠在椅背上,两腿分开,目光向下,并且对特朗普的一些话报已点头。 5. 特朗普则坐姿前轻,两手指在身前,并不时瞥一眼普京。 5. 这说明两人交流的环境沉稳,但没有遭高到真间对卖盲的地步。 5. 两个小时的密谈,两人谈了哪些内容? 6. 特朗普表示,此次会晤将讨论很多话题,从贸易到军事,再到中国。 6. 此外,特朗普还补充了两点,一是美俄两国一直相处得不太好,二是他希望双方能对自己的核武库有所作为。 7. 普京在随后接受美国福克斯新闻之内, 7. 主持人克里斯·华莱士的独家专访时透露了更多内容,有两点还是充满了火药味的。 7. 普京强调,西方攻力俄罗斯的努力很明显失败了,并且永远无法成功。 7. 俄罗斯太过庞大,加之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以至于不能被制裁和孤立。 7. 针对近日12名俄罗斯人因在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窃听,和泄露民主党高层邮件而受到刑事指控一事,普京则表现得极为强硬,他希望美国人会听他说,克里姆林宫从来没有干涉美国的内政。 7. 普京和特朗普两小时密谈具体提到了有关中国哪些内容,无需穷根究底,而关于美俄抗中的论调,不妨来听听俄罗斯联邦总统经济顾问谢尔盖格拉兹耶夫关于特普会的另一番评价。 7. 谢尔盖格拉兹耶夫16日在北京对媒体表示,会误举行本身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标志。 但他不认为美国对俄罗斯富有侵略性的做法会因此有什么改善。 他认为,美国针对俄罗斯的制裁已持续四年之久,未来这种制裁恐怕也将继续持续。 与此同时,美国挑起的贸易战中也掺杂了反俄的因素,因此俄中英更好协调彼此立场,合作捍卫自身利益。 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16日谈及了俄美首脑会误可能对中国的影响则表示, 无论俄美两国领导人在赫尔辛基会误中讨论什么议题,对俄罗斯最重要的依然是中俄关系。 美国总是想方设法离间中俄,但中俄却恰恰会继续保持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应对西方的这种企图。 合作捍卫自身利益,中俄关系最重要,这才真正代表了俄罗斯的基本立场。 而那些借是挑拨中俄关系的西方媒体,还是多关心下接下来欧盟怎么将炮火对准特朗普吧? 毕竟在起身前往芬兰见普京之前,特朗普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说,欧盟为美国敌人,是最难对付的。 酝酿已久的双普会,今天在芬兰赫尔辛基举行。 对于这场会晤,国际舆论给予了极大的关注,自然,有期待也有担忧,无论如何,当今世界上两大军事强国的政治强人见面,都会具有极大的看点。 然而,就在刚刚,美国国内突然做出了一个大动作,又为这次历史性会晤,增加了新的变量。 说美国国内给俄罗斯来了背后一刀,似乎一点都不过分。 据中新社发自华盛顿的最新报道,美国司法部副部长罗森斯坦当地时间13日宣布,主导通俄门调查的特别检察官米勒办公室以阴谋,干涉2016年美国大选的罪名起诉12名俄罗斯军官。 罗森斯坦在当天的司法部新闻发布会上称,其中11名被告的罪名是阴谋入侵计算机,盗窃并泄漏文件以干扰大选,另一名被告被指控阴谋入侵负责管理大选的组织的电脑。 罗森斯坦引用起诉书称,上述被告为俄罗斯军方情报机构格鲁乌的两个部门工作。 这两个部门从事网络活动以干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一个负责窃取信息,另一个负责传播这些信息。 罗森斯坦证实,他已经在本周早前时候向特朗普总统汇报了相关起诉罪名,特朗普完全知晓当天司法部的行动。 按原定行程,特朗普即将与俄罗斯总统普京在芬兰会晤,他曾表示将向普京提及俄罗斯干涉美国大选迷失。 今年2月,时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米勒已经以干涉美国政治体系包括2016年美国大选的罪名,起诉了13名俄罗斯人和三家公司。 当前,在特朗普与普京马上见面的时刻,美国做出起诉12名俄罗斯军官的举动,此举让双普会提前蒙上了一层阴影。 美国之所以这么做可能的原因在于,一个是对俄罗斯进行施压,展示美国对俄罗斯毫不妥协的立场,另一个就是安抚国内的反俄势力,表明特朗普不会在于普京会晤中出卖美国利益。